2017年Miss America 美利堅小姐選拔 昨晚在新澤西州大西洋城舉行 結果來自阿肯色州的雪德斯 驗冠群芳 奪下後冠 而今年的集席問答部分 有觀眾批評 太過政治化 當主持人宣佈得獎人選 代表阿肯色州參選的雪德斯 雙手眼面 不敢相信自己成為選美皇后 今年21歲的雪德斯 目前在大學主修藝術 她在集席問答的部分 被評審提問對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希拉蕊的看法 今年的美利堅小姐選拔 有許多關於目前政治議題的提問 讓觀眾批評整場選美太過政治化 今年還有個歷史性的重點 就是有第一位公開出櫃的 女同性戀者參加選美 來自密蘇里州的歐弗拉河堤 在競選的過程中 選擇年輕的多元性向族群 自殺問題的嚴重來探討 不過最後她並沒有擠進前15名 可不得太多元 讓她遇下再去 谢谢观看